甲道根七個人排一列,一共有幾種排法 第一個問你說甲乙相鄰有幾種排法 甲乙相鄰的話我們可以把甲乙視為同捆 所以甲乙丁物己根原本七個人排一列是七階 現在甲乙被我視為同捆了,因為他們兩個一定要一起移動 所以其實只有六個東西排列而已 六個東西排列的話就是六階 因為六個東西,甲乙然後丙丁物己根乙 這個一、二、三、四、五、六 一對一配對,對不對 那甲乙在你排完這六階之後,他還會衍生出一個變化 就是到底甲跟乙誰前誰後 假如說甲乙排在這裡的話 那你到底是丙丁物甲乙幾根,還是丙丁物乙甲幾根 所以會乘二 所以相鄰的這一題,他的答案是六階乘二 你可能會看到學生寫這樣子 他寫七乘二,然後乘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 這樣子的算式 那附帶一題這個不對 那問題是就是說他是怎麼想的 那有沒有可能怎麼想會對呢 如果你看到這樣子的算式的話 學生可能是這麼想 他可能想說我先放甲 我不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位置嗎 比如說甲放這邊 接著放乙,那乙是不是就有前後兩個位置可以選 因為甲乙要相鄰 那假如說乙放這邊 然後放丙丁物幾根 你在放甲的時候你會發現甲有七個選擇 那因為乙只有前後兩個選擇 那這兩個選擇佔掉之後 其實丙丁物幾根就是依序從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往下乘 輪到丙的時候其實有1 因為你兩個位置一個被以佔了 另外一個會釋出來 所以輪到丙的時候有1、2、3、4、5個位置可以選 我剛剛講的這個答案是錯的啊 因為我們這個是6階乘二 所以他是6階是6個5階 所以他這裡是12個5階 那你這個是4個5階 那錯在哪裡 那錯在這個 如果你的這個甲呢 在最首或最尾 如果我剛才的甲第一個就放在第一位 那其實乙是不是就只剩下一個選擇 那遇到這個情況的話怎麼辦呢 也就是說你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甲不在最首或最尾 也會有兩個選擇 另一個情況是甲在最首或最尾 也就只剩一個選擇了 那這樣子這個答案要怎麼改 才會是對的 那我都很鼓勵就是說 我們可以問學生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後兩集會提到一個分拆的概念 學生對這個分拆的概念有說明有很正確的掌握 他在發現題目有兩種情境 有可能已會乘1 也有可能已會乘2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覺得我們的式子會是 這個7乘1乘5 4 3 2 1 和7乘2乘5 4 3 2 1 那這是錯的 這是錯的 也就是說今天並不是說 有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 已會乘1 一種情況以這裡乘2 所以 我除了這個寫2之外 還有一個是寫1的 然後 加起來 他會把它加起來 那是錯的 因為真正的情況應該是怎麼樣呢 真正的算法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我們要把這個7分拆 你的這個7甲可以放在任意這7個位置裡面呢 他應該要被分拆成兩類 一類是在頭尾 既然講的在頭尾 所以其實只有兩個選擇 另一類是不在頭尾 那不在頭尾的話就會是5個選擇 那所以後面的課堂裡面你會聽到我這麼講 就是說我會用分拆的概念去描述它 而不是用這個窮舉或條列的概念去描述它 的原因是因為我希望學生能夠更重視 更緊握一個原理就是你其實把7拆開來了 所以不是兩個都7 而是7被拆成2跟5 這兩個數字合起來是7 那這樣算就會對喔 因為你這樣算是10個5階和兩個5階是12個5階 所以這也是可以的做法不是一定要用套路 但是還是要讓學生把套路學起來 因為後面別的問題會用到 來看第二個問題 那說甲乙不相鄰呢 這也是一個很經典的問題啦 甲乙不相鄰我們會用什麼方式去討論呢 我們會用一種這個其他的先排 丙跟幾丁物排好之後呢 再讓甲乙補進去 這個時候丙跟幾丁物呢 這5個它在前後會產生6格空格 因為連前後都有 前後會產生6格空格讓甲乙補進去 基於甲乙不相鄰的原則 所以如果甲選了這個也就不能選了 所以甲選的時候還有6個選擇 丙丁物幾根的話是5階 然後甲選了之後有6個選擇 但是乙只剩下5個 因為甲選了之後這格乙就不能選了 所以它是5階乙6乘5 那這個6乘5呢 你又可以說它是批6取2 也就是說在這個編號123456 這6個的位置裡面呢 選兩個出來一個給甲一個給乙 那因為選出來的是一個給甲一個給乙 是不同的用途 所以有區別 所以是選出來排列的 而不是選出來不排列的 那有懂的話 這兩個都滿挺重要的 如果三個相鄰呢 其實有一部分的學生 這個就可以自己想到了 三個相鄰的話怎麼樣 甲乙丙同捆 丁物幾根 將5個東西 1 2 3 4 5 5個東西排列5階 然後呢 你排好之後 比如說你可能排成丁物 甲乙丙 登記 然後其中甲乙丙的順序可以換 我要甲乙丙相鄰 沒有說一定要用甲乙丙這個順序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三階的變化 甲乙相鄰 而且丁丁相鄰 那也是一樣 其實有的學生也是可以自己推論出來的 這都算是比較基本 甲乙一捆 丁丁一捆 物幾根 將有1 2 3 4 5 也是五個東西 排列完之後呢 甲乙可以對調 丁丁可以對調 就是五接乘以一 二接二接 甲乙丙三人 如果規定兩兩不相鄰 那會有幾種排法 注意喔 不是 這題的答案不是 七接減掉五接乘以三接 不是 因為他不是說甲乙丙三個人 不要全靠在一起 他是說甲乙丙三個人 任兩個都不要靠在一起 好 那怎麼做呢 讓甲乙丙三人兩兩接不相鄰 我們建議的套路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其他的仙牌 好 就是說其他的仙牌 可以幫助我們去處理這一種 就是不要靠在一起的問題 那這一次我們要讓其他的是 甲乙丙 之外 也就是丁物幾根仙牌 那丁物幾根排完之後是四接嘛 接著呢 這四個東西會產生五個可以用來插入的空格 再讓甲乙丙補進去 那基於甲排了的乙跟餅都不能要的原理 所以甲有五個可以選的話 乙只剩四個 乙只剩三個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四接乘以五乘四乘三 那麼同樣的後面的這個五乘四乘三呢 你可以說他是五接的前三個嘛 所以他是P5取三 所以你可以視為說這裡有五個不同的位置 配對給甲乙丙和空著空著 所以是五接除以 甲乙丙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你只能把空著空著的兩個除掉 那就是P5取三 五個不同位置 因為要給甲乙丙不同的排列 所以是四接乘以 P5取三 這樣可以嗎 這是這一題 那可不可以用排榮原理來做呢 我要說的就是其實並非不可以 但是學生通常都沒有做對 我們在排榮的時候我們有兩種做法 我剛剛講不只是扣掉甲乙丙黏在一起 所以這裡是五接乘三接 然後我們剛剛講說七接減掉五接乘三接是錯的吧 那他為什麼是錯 因為我們不只是不接受五個三個黏在一起的 我們連那個有兩個黏在一起的都不接受對不對 所以我還要扣掉有兩個黏在一起的齁 那這個時候學生通常就不會寫對了 如果是甲乙黏在一起的話甲乙綁在一起 然後丙丁物極根齁 五個排列 所以是五接乘二接嘛 就是說丙丁物極根齁 丙丁物極根和甲乙合在一起是六接 六個 所以是六接然後甲乙可以對調嘛 乘二接 那因為不只是甲乙也可能是乙丙 也可能是甲乙 所以乘一個三 我再解釋一次這個算式 他是甲乙綑在一起 然後丙丁物極根另外五個 和甲乙一個六接排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甲乙相領嘛 所以我們前面交過甲乙相領嘛 那因為兩個兩個在一起的話 可能是甲乙或乙丙或甲乙 所以是六接乘二接乘三 可是這是錯的 為什麼 那原因是因為如果你是這麼想的 這個甲乙跟丙丁物極根在排的時候 甲乙旁邊可能會排到丙 那甲乙旁邊會排到丙的話 就跟我們前面扣的那個甲乙丙相領 重複扣了 等於甲乙丙相領的情況重複扣 而且重複扣好多次 那這樣就是錯了 那要怎麼樣想才會對 所以呢 這個我剛剛講 就是說學生通常用這種方式 用扣的很少扣對 真的很少 如果你要這麼想的話 你要再額外扣的那三個 注意就是我剛剛講 不是甲乙相領 你要扣的那個東西叫做 甲乙相領且丙不相領 以及乙丙相領且乙不相領 乙丙相領且甲不相領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剛才教過的套路可以處理的 怎麼做 甲乙捆起來嘛 然後他跟丙不要相領 所以不要相領的先拿掉 其他的先排 先排丁悟幾根 也就是說 你看我們這裡會寫這個 四階 有沒有 丁悟幾根排好了之後 把甲乙這一捆和丙 放進去 批無取二 然後甲乙可以對掉 乘二接 然後不見得是 甲乙相領 比不相領 有可能是甲乙和乙不相領 甲乙比和甲不相領 乘三 如果你這麼算就會對 但就是說 這麼算的很少 那我這個是把甲乙 然後要求丙一定不要相領 這樣的情況和甲乙相領 拆成四組來看 或是拆成兩大類來看 如果我們要使用我們前面集合交的概念 那這裡很重要 你要真的畫圈圈 你要真的寫上去 你要真的想 不能憑感覺 我們要寫 這個A呢 注意喔 A其實不是甲 而是就是甲乙相領 那B呢 B是乙丙相領 C是甲乙相領的時候 來囉 你可以這麼算 我要這一圈 要這一圈 要這一圈 那在我們前面集合交的話 將會重複加碼 所以你要把重複加的扣掉 扣什麼 扣這個 所以來問你這是什麼 要怎麼稱呼它 這是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你高興你可以直接告訴我 這裡面有多少 甲乙相領 我們前面交過這個是 六階乙二階 這是七階 這是六階乙二階 對不對 六階乙二階 那這個呢 注意 注意 這個 不是五階乙三階 你仔細看清楚 甲乙相領 且乙丙相領 不是甲乙丙相領 是什麼 是甲乙丙 乙一定要在正中間 對不對 這個位置 不是 非甲乙丙相領 這非常重要 甲乙丙三個人的確可以捆一捆 然後跟丁霧幾根去排 所以我們還是把甲乙丙捆了一捆 然後跟丁霧幾根去排 排起來是這個五階 之後 那重點就在這裡啦 乘以二而已 為什麼只有乘以二 為什麼不是乘三階 因為它是限定 甲乙丙 或丙乙甲 同樣的這一個 當我要甲乙相領 又要甲乙相領的時候呢 其實是限定 甲乙甲乙 乙甲乙 或乙甲乙 那這個是限定 這個甲乙乙和乙乙甲 那如果你還有記得 我們集合內集交的 你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然後扣這個扣這個扣這個 然後 還要再補一個這個回來 還要再補一個這個回來 那這個是什麼呢 它是既要甲乙相領 又要乙丙相領 又要甲乙相領 所以有幾種呢 答案是 不可能 這三個人沒有辦法 甲同時又跟乙丙相領 然後乙跟丙又相領 怎麼站呢 不可能 站成三條形 那 這個有一點討厭的地方 就是說 你看我們這裡 三乘以五階乘以二對不對 它剛好是六倍的五階對不對 它剛好是五階乘三階 也就是說 如果你剛才有一個錯誤的想法 你想說我七階扣掉 扣這個扣這個扣這個 那 我重複扣了什麼呢 因為三個相領的重複扣了 所以我重複扣的 我要把它補回來 是補加上一個五階乘三階 你還剛好會對呢 我很無奈 但是這是這一題的偶然 可以嗎 可是那樣想真的是不對的 那個道理不合理 至少我沒有想到 合理解釋它的方式 那所以說我不建議你們用排榮 因為通常學生用排榮不會真的想通 不會真的想對 那 所以這樣的問題 還是吸收我們這個 簡單又明瞭的套路 不相領的話 先排4階 乘上P573 這樣子 我們後面還有三小題 那因為我剛有提到 就是後面的小題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下一集 再來繼續介紹它